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 一谈到这件事 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社会的负担越来越重 但其实这样的观念已经不符合国际的潮流 在人类寿命不断延长的情况下 先进国家不但把退休的年纪延后 而且还认为老人是社会的宝藏 更是主要的消费族群 这种在希腊时代出现过的老人乌托邦理想 如今也在嘉义县的大林镇看得到他的缩影 这里有一个志工团体 他们的人数只有68个 但平均年纪高达75岁 每天义务服务100多位的老人家 而且还靠自己来筹募经费 他们说在这样的年纪还能服务别人 是老天给的幸福 来看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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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他们的阿嬷 说大家好 好 好 我差不多一间非无人 这非无理由啊 老人 不服老 辛勤好 这群平均75岁的老人家 比年轻人更有活力与憧憬 趁著難得的聚會 大家揮汗跳舞 活絡筋骨 他們是嘉義大陵地區的快樂銀髮志工 每天重要的工作就是服務獨居老人 陪伴聊天 幫忙整理環境 獨居老人不時與銀髮志工 雙手緊握 看來他們之間的關係 早已超越服務與被服務的角色 關心這些獨居老人 我自己做的鬧電話的電話 冷冷冷冷就是這些關懷來擲我 對不對 我也不要說 很好就對了 老人家其實最需要的是心靈光環 除了他的身體照顧以外 其實怎麼樣讓他覺得很窩心 很貼心 這個很重要 就是他們彼此有共同的記憶回響 所以那個有時候聊起來 是更能貼近老人家的心理 不過銀髮志工 雖然擁有豐富的人生閱歷 但在服務時 不免有時會碰了一筆子灰 我要去到服務時 因為我怕 有人現在騙人的那麼多 這個不可以 家裡邊都一直跟他說 你不可以去接受 現在騙人很多你這樣 你負責不可以這樣 我說我們就算食材的人 不是說他們不食材 你如果不食材我們就不要去找 在那邊 阿婆 你身體這麼健康 怎麼這麼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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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這麼漂亮 對啊 他有那個架式 在服務對象中 有位92歲的奴林金阿嬤 雖然是獨居老人 卻從不服老 還拿著鋤頭參加行善團 幫忙造橋鋪路 人家跟我說 我就去做 快樂快樂 這樣好過 這樣啦 都早上去 會不會回來 每禮拜都要去 每禮拜 風雨無阻 每禮拜去 我來這裡 因為我要聽她的 她就輝煌歷史 她做二天的一些成績 她去行善團 大家都對她很好 尤其她是天理狗 在行善團 大家都對我這麼高 翠綠的蔬菜 是阿嬤每天在菜園工作的成果 到現在 她還是堅持自己打理三餐 讓居家服務送來的便當 轉送給更需要的人 能像阿嬤這樣幸運的其實不多 還有更多獨居老人 因為寂寞 只能日復一日 守在電視機前 對啊很明示的 她只有夠電視 她們現在這樣子 都看電視 不管是 都看她在錄一台電視 我說電視 我那是她的恩人 你現在有 有夠電視嗎 沒有 沒有 我都叫她的關係 直接 好 感情子女 有抱怨也有不捨 那些人很可憐 我們 現在一個 一個人來 一個人 一個人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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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睡眠 我的老媽子 家庭生活就 都來等他看錢而已 你怎麼會亂談啊 亂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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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 我國老年人口約220萬人 近十年來 比例持續增加 逐步進入高齡化社會 老人獨居的問題也逐漸浮現出來 我們傳統觀念就是覺得說 老人家養兒防老嘛 長大以後就是要照顧父母 可是其實你現在問一般的老人家 大概他們都不太敢期待養兒防老 其實倒不是說兒子女兒一定不孝順 而是這個社會結構 大家都忙於工作 現在我們台灣面臨比較大的問題是 我們老人的照顧服務是非常不足的 我們不能把所有的照顧責任 都把它推給家庭 就是說政府他應該要去開發很多的服務 比如說居家服務 日間照顧服務 那老人送餐 是這樣子因為我們是照顧獨居老人的志工 那照顧獨居老人的是收起那個統一發票做基金 那想說借用你的愛心讓我在這邊放一個統一發票箱子 當然我們都會定期來收 好 這樣子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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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資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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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幾次 真的今天 我們今天要脫他們的服務 我們來的商店都沒辦法放 我們 餐廳都沒在 因為他很忙 他們新開的很多的那個 哇 真好 這群銀髮志工為了籌募經費 即使過去曾經是餐廳老闆或是銀行經理 現在都還是放下了身段 請託店家擺放發票箱 不過也不是每次都能這麼順利 每次都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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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山看的那個 那個他們說 店長今天 今天 我們來的 就是你來上座就來過了 我看你了 我們就是說今天看店剛才有的 有些他們就是拒絕讓你 因為已經有從事基金會 有些看到我們穿志工的 阿公沒用阿公 阿公我們才不可以放放 都會這樣子說 你知道嗎 他有的會很排泄 以為是我們要來搬 我這是公益齁 我們是都做技工 我們是做公益 我們是做公益 讓一些老花人 那沒有啦 我們一個圍 阿公就成功 我讓你放在那裡 我就先去那邊做了 一桌堆滿的發票 是每月志工回收的成績 分類整理的動作雖然慢 但卻是志工站主要的經費來源 有些9月份到10月份的 531 就是一張 對 那我們的票數 這個月的票數 總票數都在那邊 我們在片板上都有寫的 那如果對著多少錢 我們就統計了 你看這些阿公阿媽 動作雖然緩慢 做事情可能沒有那麼快 那也不會電腦 可是你會發現 他一樣勇於挑戰自己 我還是可以當志工 我還是可以騎著摩托車去收發票箱 我還是可以 我79歲我也是可以去照顧 70幾歲 80幾歲的老人 我還是可以 他們還是非常勇於挑戰 那這些精神都是 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 緊湊的服務工作 沒想到也讓原本 輕微失智的林天發 逐漸恢復 甚至也感動了親友 大家一同投入志工的行列 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以前就這樣 就這樣 事情都不忘了 我這樣這樣 怎麼奇怪 怎麼這樣 我就 做事情都不忘了 和以前就不說 但是這樣做 就這樣做 沒用沒用 沒用 沒用 電腦比較好 以前幾乎 差不多大家都要去便宜報道 現在呢 覺得很少 他說沒用好便宜 他當志工以後呢 他會覺得 嗯 他也帶給我們全家都影響 我們就真的接著說 乾燕做歡喜瘦啦 這群引髮志工在服務中 重新獲得生命的價值與自信 以行動證明了 年齡不代表能力 只要有心 才是能過個豐富的老年生活 我們可以 自己和這個年紀 我們可以幫忙 可以回到社會 我跟我說 真的 好心啦 真的好 所以 我們快樂起來 看他們快樂 我們也會快樂 我想透過幫助別人 他會知道他有 他的生命價值還是在的 你就會發現說 年齡大不一定是真的沒有用 讓他投入服務 讓他生命有活力 其實他 可以過得比年輕的人 還精彩 我會聽到他們 你的電話 等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